澳洲运输安全局今天证实 这个月9号 在澳洲南部戴鼠岛沿岸发现的疑似客机碎片 不属于马航370客机 不过目前当局还在检验 本月初在马达加斯加发现的另外两块疑似残骸 澳洲运输安全局在声明中表示 来自客机制造商的信息显示 在戴鼠岛发现的残骸规格 并不符合波音商用飞机 澳洲媒体报道 这块残骸被发现时 和海草以及浮沫一起冲上了戴鼠岛的海滩 上面可见禁止踩踏的字样 另外由于马航370客机的水下搜索工作 已经进入尾声 而且也没有任何发现 因此马中澳三方达成协议 如果没有新的可靠消息 搜索队完成南印度洋12万平方公里 区域的搜索工作后 预计将在8月结束